今天要做的是在Discord上分享過的一個問卷調查 先前也有做過幾個問卷挑戰的一個挑戰 就是關於愛情大師 大家未看的話可以看之前 我剛剛出了一條影片 很遺憾地是沒有字幕的 因為我太懶了 我看看遲點會不會加一個機械字幕 讓大家好看一點點 雖然機械字幕我真的有點參差 第一題就是比加超級屬性是 電系、超能力、電龍超能力和普通 電系是最基本的 電龍超能力也有的 但不是比加超就是雷超 噴火龍的屬性是火龍飛行、火龍龍飛行龍 那樣的話 火飛行就是它的原本屬性 火龍也是噴火龍的超級進化 這些就是博士級 第一代是多少個精靈? 第一代的精靈的話 應該是151或150 為什麼會有兩個答案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 151是計了夢夢 150是沒有計夢夢的 好像是 還是不算超夢夢呢? 151 我記得是151 OMG 一副Pokemon卡有多少張卡? 我沒有預計到會問這些問題 Pokemon大師 小子也打不出 這題我們送分 送給他 我們選40 雖然我覺得不止40那麼少 以下哪一項不是第一世代的遊戲 綠、藍、黃、紫 指應該是未聽過的東西 如果有聽過應該是大家作出來的小玩意 是一個都市傳說 舊世代的Pokemon有很多都市傳說 以下哪一隻不是Pokemon? 卡比獸、小卡比獸、星之卡比和比加超 那星之卡比絕對就不是 星之卡比 以下哪隻並不是兵系精靈 白海獅、信士鳥、紅唇、華 加拿爾地區急凍鳥? OMG 紅唇者才是兵系 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這樣的 我不太記得了 香港的第一代無印片的動畫 曾經是哪幾個電視台播出? 多選題 我沒有記錯 肥翠和小池 ITV我不知道什麼 我先回答這兩個 香港第一首Pokemon的主題曲是誰唱的? 阿牛吧 阿牛或陳浩文 好 Pokemon GO是什麼呢? Pokemon GO就是大概2017年 紅極一時的一個手機遊戲 非常簡單 還有 還有 不GoGo應該都沒問題 現任的Pokemon Company CEO是誰? 石圓 這個石圓好像是讀緩和吧? 還是恨和? 我不是很記得 這個人曾經讀過自己的名字 我記得 Pokemon的原創人是這個 第一世代的Pokemon 正統遊戲會有以下那兩項數值 第一世代 沒有特攻 沒有CP 這些 厲害 這些真的 唉 這些真的是 暴露年齡 Pokemon GO遊戲戰鬥系 都會有那兩個數值 糟糕了 這個 不懂 這個 CP我記得有 這兩個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紅順蛙是老婆 冰超 香港的營味紅順蛙還是紅順者 是嗎? 不是吧?不是小隻那隻嗎? 哈哈 不計這裏吧 看看 看看 Pokemon卡 第一回合開局每天抽幾張卡 並不計之後再抽一張 好像五張六張 我們回答六張 我不是很記得 正常情況下 玩Pokemon卡第二回合時每人 每回合每人抽多少張卡 第二回合開始 第二回合開始 Pokemon卡第二回合開始 每回合每人抽多少張卡 應該一張吧? 我印象中他不會抽兩張這麼多 如果不是怎樣 為什麼Pokemon卡一定要砌這些道具 是可以洗卡的? 就是洗卡的卡牌 一同二 1 1先吧 第二回合開始 應該1吧 我真的不知道要了 第二部Pokemon的電影叫 尼基亞爆彈 尼基亞爆醋 厲害 動畫裡面小字從未修復 說只用以下精靈 以上都沒有修復過 咦? JYNX 小字未修復過 未修復過耿鬼和鬼師通 紅順蛙好像都沒有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回答第四 第三世代遊戲 被捕有以下哪一個屬性 妖精 也不用看了 以下哪個是第四代精靈的鑽石 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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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應該都還可以 以下哪一個名詞 有在第一世代正統遊戲中出現過 有一個名詞 阿古獸 升至加比印度長 印度 嘩 這是什麼 以下哪一個名詞 有在第一世代正統遊戲中出現過 這是什麼 阿古獸 升至加比印度長 這個名詞 真的不清楚 從第幾世代開始 可以在遊戲中生蛋 遊戲中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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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世代也有 第二世代一定有 第一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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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第一世代也有屋 一是二 一是一 不是二就是一 我答一 我不清楚 真的 以下哪一個屬性是對自己有傷黑 什麼意思 以下哪一個屬性是對自己有傷黑的 我真的會黑到自己 自己黑自己 為什麼 這麼難明 突然想起 已經是 什麼 什麼 題目 有沒有一張卡 有機會可以讓你一次過緝十張卡放上手 這個 有玩PD先G先G 那我就不清楚 有沒有一次過緝十張卡上手 十張卡 我覺得沒有 十張卡好像很厲害 沒有 隨便有做過動畫的女主角 小光小霞 這個是誰 小光做過 小霞做過 艾莉絲做過 這個不知道是誰 隨便有做過遊戲的主角 小光做過 小霞 遊戲主角 小霞沒有做過 鬥子 這個 不知道是誰鬥子 那個疫餅問題 可能 科技邦高 是由哪家公司開發的 這個 認得他那個開發的公司 一開始 他大大隻字寫出來 所以我知道 劍盾碧貝有在以下哪個國家正式開發 南韓 布達西班牙 然後我們的中國大陸 伊貝的妖精進化是 妖伊貝 妖精伊貝 新伊貝 以上皆不是 妖精伊貝和妖伊貝 是妖精伊貝 伊貝的妖精進化好像叫仙子 仙子 什麼什麼 怎麼又問這個CEO 這個 不是這個人嗎 伊貝的妖精是 我回答妖精伊貝 但有次是4 121是4 黑白的 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 這個不知道什麼 總之先回答 應該開始需要用到Google LV4 應該開始都要用了 紅順娃的面目曾經是黑色 以下為紫色 為什麼 因為有美國家長投訴是黑人 應該是吧 我記得 只有閃光是紫色 一般都是黑色 有牧師投訴 影視是邪靈 總期 怕每隻Pokemon 除了黑色和白色 不能再多三隻顏色 但只是因為科技發達別 也有更多顏色 所以改變設計 一定是第三 我覺得一定是三 應該是三 以下哪個語言的Pokemon 明稱和英文明稱 完全一樣 Pokemon明稱和英文明稱 完全一樣 法文 德文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應該遲吧 尤其是日月 並會有以下哪一個語言 糟糕 日月 葡萄牙文 Pokemon卡 並會有以下哪一個語言 不計道版 以上皆有 中文我記得有 不是 有些危機 泰文 泰文可能沒有 泰文應該都是玩尾版 我想 泰文 泰文 現時的Pokemon 還沒有以下哪一隻動物 代紅 樹紅 龍貓 食魏獸 龍貓是沒有 不知道龍貓是哪一個樣子 龍貓吧 代紅應該是代龍 樹紅應該是阿羅拉那隻 食技獸就是黑白那隻 火那隻 龍貓我不知道是什麼 龍貓吧 由第幾代開始特殊者和能力分為特殊攻擊和防禦 好像是4 特殊攻擊和特殊防禦 第幾代開始特殊者和能力分為特殊攻擊和特殊防禦 應該死了 我現在第三代還沒有 以下哪隻精靈會有什麼假進化 這些 嘩 真的慘 三火清靈 又被拿出來邊打 以下哪隻精靈可以極巨化 極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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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馬 那就是雪馬 從哪一代開始有這個 這個字怎麼讀 Fair Type Fairy Fairy Type 第六世代 XY 遊戲Pokemon Unite 是一隻怎樣的遊戲 是一隻任天堂和騰訊合作的支線遊戲 強國盜版遊戲 還記得嗎 我不是很信你不用用Google 看我的表面 第五世代管主盧會 誰是盧會 嘩 這個版的服裝有所改動 尤其是黑人 我這裡檢查一下盧會是誰 第一題就Google 我是不知道名字 誰是盧會 你們可以看看誰是盧會 誰叫盧會 這個 這個 服裝有所改動 這個吧 歧視女性意味 就這個吧 我覺得是這個 現時以下 我屬性沒有弱點 惡鬼 現時啊 異常皆不是 現時的話 就是異常皆不是 遊戲Pokemon 是BR公司開服 嘩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怎麼讀 Colosseum Pokemon Colosseum 卡通 是不是我們之前說 鬥技那個 鬥技好像是卡普空 第一架 第一架 這個又是什麼 Pokemon Pokemon Battle Revelation 有這種遊戲嗎 我不知道啊 你看這個 然後那隻Pokemon 有這個Gymes 設計 我連這個是誰都不知道 我連這個是誰都不知道 這個是第五世代 不是啊 這三隻都是第五世代 好啊 好啊 隨便猜吧 把律鼠吧 泡沫律鼠是誰 突然想起 泡沫律鼠? 不知道 不知道哪隻叫泡沫律鼠 INDYD是哪個設計的 INDYD一看是 這個吧 好像是 ITOSHI ARIGA 竹 SAYA JULUTA 第四個 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哪個設計精靈 有點難 這個 那角色由 紫安無人配任 天童 小慈郎 塞寶利 小三郎 天童啦 不是天童應該就是小慈郎 這兩個不知道是誰 比亞拉我屬性組合最多四倍的弱點 我們算一下 四倍嗎? 冰超這個沒有啦 這裡四倍不到啦 飛仙 飛仙 不行啦 冰岩 是不是這個 好像是冰岩 冰岩怕火怕 怕火怕甲怕幹 冰岩最多屬性 冰草反而少 冰草得火 火 火飛 火飛 火飛蟲 火飛蟲 架 鋼 冰岩 我想應該是冰岩 那位遊戲角色從未當過管主 嘩 這是什麼人 黑拉拉 黑拉拉是不是劍盾最後一個 好像是 不知道 黑拉拉 黑拉拉拉 我讀夠了,那是炎黃色的 2014年,是不用問的,應該是這個了,沒猜錯 沒記錯就是這個了,哪一家公司開發的 這個 D.N.D. Folcommon XY類主角有塞雷娜的名字是Selena 以下哪隻精靈的屬性在第六代有跟變過 波波球級本少了皮比皮歐斯 哪一代被背入繁體中文的卡 第一代 第一代 第一代是噴火龍那一代 噴火龍那一代沒有 以下哪隻不是西田敦子的設計 就你啦,就是你一個不是衣背 雖然我覺得很大機會會錯 誰從未設計過精靈,以上家有設計 其實有可能是這個 真田我記得好像有設計過 對,以上家有設計 以下哪位天王沒有在動畫出現過 這個出現過 一樹 一樹 是否超能力那個 你呢 第三代動畫的女主角 第三代是小妖 妖 什麼情況之下 一隻精靈可以暫時有三個屬性 精靈使用浸水 對方會多個屬性 錯 這個 萬聖爺 這個我曾經在 這個我曾經在劍盾上的雙打好像玩過 對 就是一隻精靈可以沒了屬性 這個 詛咒 對 嘩這個 這個Lv7反而我覺得不像Lv7 這個反而沒那麼難 好像 閃卡和普通卡有分別嗎 閃卡較重 小小吧 我想 我的門友 哈哈 我等門友 Pokémon卡是2004年62020年期間 沒有出過以下那隻精靈的卡 這裡怎麼會沒有出過這幾隻啊 因為PTCG你要一直升上去 第七世代 幾方使用電系精靈 若對方兩隻精靈都有特性 鼻雷浸 結果會是 招式不會造成傷害 但會使速度較快的 一方提升特攻 一定是不會造成傷害 然後就加特攻 但至於是哪一個會加特攻呢 這個真的有待測試 我都不清楚 這些就是屬於一些戰術的類型 我就不清楚了 雙打當中幾方使用 過優卡使用 噴水 對方有一隻特性 為儲水 所以 儲水 對方會回復 但另一隻精靈會受傷 對 儲水 不是引水 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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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引水 無公仔 我答所有都有 對 你把一隻5V的癡性美加超進去 同一隻持有道具 紅性的5V類超進去 你獲得的後代有可能是 5V 4V至5V 對 我想一下 對 我記得 紅線的道具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雙方 雙方五項的能力 雙方五項的個體值 會繼承 其實有機會是4V 但是3V這個 我們加入3V至6V 因為我覺得有機會是6V 5V和5V有機會出6V 因為他 假設他5項繼承了變了5V 然後還有最後一項 他可以靠聯數去升到6V 所以我搭3和6 我搭3和6 我搭3和6 但公司是變關西 我不知道 東京 樂天河童 第幾世代開始 當有精靈使用改變速度招式 新的行動次序會在同一時候 XY6 第八 什麼來的 以下公司用來計算什麼 看看 Target 天氣 道具 爆擊 隨機 STAB 燒傷 這個是一個攻擊 好像 攻擊時扣對方 多少HP的計算方式 應該是 2XBase 加IV 加EV 成Level 除一把 再加5 成Natural 這個 這個是計算血量 是吧 IvEV 成Level 除一把 加5成Natural 計算第一第二世代 除了HP 計算第三至第八世代 HP 因為頭一二世代好像沒有 有個體值 那些 就這樣說 天氣是晴天 雙方精靈會有改變速度的道具 亦都沒有使用先制 哪一隻最早噴火 不就是哪一隻最早出招 天氣晴天 噴火龍奇異花 特性為葉綠素 櫻花兒故拉多 奇異花啦 應該直接 應該是A 沒理由是布布卡 喬姨小姐 哈哈 哈哈 這個叫祖兒小姐嗎 這個 喬姨小姐 我已經聽了這個名字了 誰曾經在世界賽 擊敗當年冠軍 嘩 這個世界賽 嘩 這個好像是香港 沒有記錯 這個南韓 這個 這兩個就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世界賽 很抱歉 我是很後期才開始打這個 雙打 所以我回答這個 哈哈 哈哈 曾經以選手身份 參加過Pokemon卡世界賽 世界賽? 世界賽? 孔慶祥 陳浩文 這些一定沒有參加 周星馳沒有 應該是 這個我沒聽過 就這個了 隨時Ray RayV做 好 1 2 3 1 2 3 這題 有小孩裝大腿 要上天 不會掛 這麼瘋 動畫多個人物角色 令回教徒難以接受 有這個了 以下哪一個 日本藝人不小心 中宣祥子 因為中宣祥子是Pokemon的一個粉絲 也是歌手 曾經為Pokemon的一些 歌 唱 那一個香港代理曾經是Pokemon TCG的 香港 哇 這個真的不知道 根據圖鑑那隻精靈的體溫 給太陽的表層溫度環要高 體溫 熔岩摩牛 根據圖鑑那隻精靈會暴食其他鳥類精靈 根據圖鑑那隻精靈最容易不小心殺死自己的訓練員 圈圈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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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射火焰 其耳花會被扣多少%HP 應該是這個了 特防4HP為252 理論上我覺得應該頂到 因為噴火龍的特攻不算真的很高 就算加了到 第五代遊戲 發售前 有人洩漏三隻精靈的進化形態 此人來自哪一個國家 西班牙 第七代遊戲 有人洩漏第七代的遊戲 說此遊戲並沒有道館 此人來自哪裏 中國大陸 VGC的比賽第一回合 你選擇了擁有我作劇之心的風妖精使用順風 而你選擇了夏馬威 哇 這些題目 Google 不用Google吧 大隻 使用夏馬威後 無論任何場地都必定不能使用招式 若果有超能力 使用夏馬威不會打中 風妖精便能使出順風 咦? 其實是4 其實都 像是3或者4 使用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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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使用夏馬威一定不可能 因為他一定不會先順風 這個使用夏馬威後 再使用順風 都不可能 因為有威嚇狀態 而這個使用夏馬威後 任何場地都必定不能使用招式 這個其實是有機會的 而第四 若果有超能力場地 使用夏馬威不會打中風妖精 風妖精便能使出順風 但是風妖精是有這個 我作劇之心有先制 我印象中記得超能力場地是不可以用招式打中對方 圖為一個金雲時期廢話 不論是哪一隻精靈的初期 奇寶寶 遊戲中開發了繁體中文、簡體中文 哪個語言的使用者 希望他的語言不為兩個 巴士? 巴士是無道下文 錯了 俄文 第一代是廢案當中有B1的屬性 第一代是廢案當中有B1的屬性 光系 海套獸如本是B1的廢案 嘩 第三 第四 第三 這是哪隻精靈的早期設計 摩尼尼 第四 你想比賽時擁有肚皮骨的精靈 你吸他使用的文猶果 那你的精靈HP應該是雙數 容易 雙數 然後一肚皮就會減半 例如可能是152 不是152 152 好像不是 154能不能脫掉 先計一下 哈哈 152可以的 那就是76要立刻回血 OK 那就是雙數 顏尾和槍 全世界 亞二壽司的Direct 這個不是Direct Direct Direct XY Director 金文 這個沒什麼聽 那我選金文 最遠時代 應該結束了 10 看看結束了 完結 各位 查看分數 我們是不是大師 請問 304 嘩 不是很合格 304 剛剛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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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第一 要60 附身 60張卡 OK Pokemon卡 PTCG 加拿爾形態急凍鳥 我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我沒有玩 已經急凍鳥 亞視明珠台 還有明珠台 陳浩文 第一代 好 好 好啦 石圓 填 什麼字 CP 特攻 每人可以抽 第一回合開局 每人可以抽 七張 這個五字 一張 第二回合開始 李嘉爆彈 沒使用過哪一隻精靈 河文娃 修復使用 鬼屋的時候也算是使用了 哈哈 是吧 印度獎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從第幾代開始 蛤 抵到世來不行的 真是紅版那些 還可以 這個我都不清楚 其實都 模仿少女可以抽 十張卡 鬥子 小霞 以上皆 對 以上皆不是 因為他叫什麼 先子依背 CEO 啊 我答錯了 先 他叫剛才的CEO 這個是什麼 現任 Pokemon Company Pokemon Company Pokemon Company Gameflat就是那個人 對了 有美國加上投訴黑人 現在是紫色的 所以紅上蛙那臉 是 以上皆有 有 代紅還沒有 代紅是什麼 原來代紅是這樣的 龍貓呢 誰是龍貓呢 Pokemon 誰是龍貓呢 這個 大師 當然是大師 啊 這麼快新婚了嗎 第二世代已經開始 這麼快 原來那些維菌有 哇 其實黑人的意味對美國人來說 對 有這個意思 對呀 遺困啊 這個 這個 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 這個 這個又是什麼遊戲 戰鬥革命 哇 好舊啊 戰鬥革命 神經病 沒玩過 迷你兵 沙亞 天童 小三郎 不知道是誰 小三郎 是不是那個竹蟲 小三郎 啊 有火箭兵團 嘩 這麼久我真的不知道 以下那一個 那時候還未做過管主 喀喀喀 誰是喀喀喀 喀喀喀 有些什麼 這位是管主來嗎 他什麼時候是管主 哈 蛤? 他之後那個才是管主人嗎? 好像是 這個是不是草系那個? 蛤?這個? 蛤?這個是男生來的嗎? 這個是男生來的嗎? 這個呢? 這個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都不知道是甚麼人 劍盾那些我真的沒甚麼記憶 這些是對的,輕鬆 哪一代有沒有有凡帝中美的卡?第六代 什麼?第一代有凡帝中美的卡? 第一代有嗎? 雷姨貝 我也知道這題是fake的了 真田沒設計過任何精靈的 這麼差勁的 一樹 小瑤 萬星爺 嘩?兩個大波,比較重的閃卡 這個我沒有拆過不知道,真的沒有試過 尤基納沒有出過 那真的卡斯直接進化做負敵嗎? 會是 合用? 招式不如造成傷害 這個很合理 速度較快會提升,可以了 你看3V到6V,他一定可以升到6V的 5和5 對 次龍王是最快? 真的嗎? 諾天王多少? 諾天王70嗎? 次龍王80嗎? 等於85就是次龍王 OK,8 這個是新的 這個,扣多少HP 這個是什麼? 計算第3-86除了HP之外其他兩者 是嗎? 不是吧 旗二花最快 這個是 A和B 是不是是Promo Card? 這個我不知道 祖二小姐,他真的叫做 他趕逸不認識的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香港人 這個不是香港,我覺得好像是香港人 這個不是嗎? 我記得是香港人 我記得是香港人 我記得這個是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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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知道是誰 洪慶祥 香港移民 啊,美國籍香港移民 2011-2012 哇,真的有人大肥鳥飛上天時墮樓身網 不是吧 中村長寺 這個不知道,沒辦法 群鷹蛇 是嗎? 熔岩魔牛 烈戰爪 我猜到要是他 穿著熊 是嗎? 不小心殺死自己的粉絲 群鷹蛇 比亞超的電擊光 才發出紅藍光 不是3D龍 噴火龍 252特攻 奇異花 特防4HP252 是打到71.6 奇異花一個特防和血都非常高 尤其是他還把這個 努力值放過去 更加硬 有太陽就殺死了 日本 中國大陸 劍盾嘛 好像說是第七世代 不是吧 阿羅拉 Sun Moon 啊,我也猜到應該是4 應該是4 因為超雲力場地下馬威 不可以影響對手 即是仙制技不可以影響對手 但是如果你的仙制技 並不是用來影響對手 你就可以使用了 就是風妖精 皮寶寶 西班牙蠻 鳥 海套獸是第三代的廢案 摩尼尼 早期設計 雙數的血量 如果你玩肚皮沒有 全數 喊就死 嘩,這個真的不懂 大佬 咦,這樣就結束了 好為陷地我們的分數 這個分數其實不算是很高 304-550 大概是說 剛剛好合價 270多為一半 5300多應該是剛剛好合價 好有了 4300多